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的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 也就是在我们刚才切入这个比赛画面之前 进行的一个比赛的情况 这是我和大家一样 也都在第一时间里面刚刚看到 那么这是难死200米最勇的决赛 先出场的这是一位俄罗斯的身材高大选手 叫伊索托夫 今年19岁 第二名当代是来自 这应该是来自这开曼群岛的选手 费雷系 俄罗斯的运动员 劳宾迪谢夫 劳宾迪谢夫在第三拥到 他今年22岁 这是一位美国名将洛切特 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他也是在赛前被人们认为呼声最高的 而且他在美国队里面可以说除了夺得八枚金牌的菲利普斯之外 就属他了他是美国队的二号人物 北京奥运会上他和队友合作一起 他也是最后有四枚金牌进当 而且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他立刻参加了世界游泳锦标赛的短持比赛 那次比赛他获得了五枚金牌 表现他非常高的水平 第五拥到是托尼斯的麦鲁利 非常有名的一个自由泳的高手 而且还是一个长距离游泳和短距离选手 在北京奥运会包括两季世界紧张里面 这名选手从200米开始到1500米都具有很强水平 第六道是德国的比特尔曼 去年夏天在罗马 可以说是名称大阵 击败了菲尔普斯等名将 获得了两位金牌 第七拥到是来自波兰的一女 霍尼沃斯基 非常有名一位过端的老将 澳大利亚的多斯基纳在第八道 澳大利亚的选手只有20岁 美国前手雷罗切特保持着 男子200米自由泳的1分42秒38的短距世界记录 而世界50米标准池这个短50米标准池世界记录呢 是由这个德国的选手比特尔曼保持的1分39秒37 这是男子的200米自由泳的决赛 这也是实际上这次的短直胜距禁标赛产生的第一枚游泳下面的金牌 我们知道中国呢在这个20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呢 北京的张林具有很强的实力 而现在浙江的小将孙杨呢分起直追 并且在 亚运会上也是有出色的表现 而韩国的这个朴太环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具有世界水平的选手 那么从朴太环来看呢 他本身也是 在未来啊 在这个奥运会上呢 要力争呢 向200米的自由泳和400米自由泳 他所擅长的项目上来发起冲击 争取了在伦敦奥运会上再有金牌斩获 美国选手洛切特宝自在第一位 第八涌到的是澳大利亚的 罗索金娜 还在了第二位 二半米自由泳呢 坦赛讲 是运渐员在比赛里面 应该说相对它是比较难游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的距离呢 属于 说短它不短 说长它也不长 尤其在短持里面就给人感觉到 好像似乎又有点长 这实际上对运渐员来讲呢 这个转身的能力 如何 同时在比赛当中这个后半程的耐力如何 节奏如何是关键 这对运渐员来讲是平时训练的一个很好的考验 罗切特也是毫无悬念的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一分四十一秒零八 不知道罗切特这位美国的主将是否给这个本届的世界短持有几秒赛先定个调 少太多 оказ出任何的